问题就在于这里分踩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车头虽然调好了 但是这个车停的位置有点尴尬 童家宝这边来势汹汹 进入到房区之后 没有着急封烟 反而是主动往前 Push几个房子 要小心啊 侧面的ST可是把这一切全部都看在眼里的 出现护导 ST就有可能会来 那现在对于NV来说的话 如果我要往前去 Oder那个点位回缩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被童家宝 以及ST两队的枪线给扫下来 不太妙 旁边的车已经开不了了 你发现了吗 而且内辆蹦蹦的也停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所以说现在这波团是不得不接 Oder想要集结过来的话 很可能会被ST偷家呀 就没有办法集结过来 甚至说顾居居都已经摸到了Oder近点的房区 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 当然近点作战还是一个3v3 NV如果近点作战有利的话 ST也不会轻举妄动 对于宜来说呢 这是他上场的第一次团战 是的 而GMI这边被一颗手雷放倒以后呢 要看苏海和小姨的发挥了Oder 暂时是帮不上忙的 GMI这边是被自己的火给补掉了 那近点是一个3v3的协同 676第一时间是被两边的枪线给架倒 而远点的苏南也击倒了Oder 近点是一个2v2 但是小姨被放倒了 好默契啊 苏海一个人 雪亮已经慢慢地见底 最终是花花和维森两个人的提前枪带